原来过年保不住自己狗盆的狗子 才是村里最丢脸的 一网友发了过年回家放炮炸自家狗盆的视频 好家伙 这真是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过年狗盆砸狗头啊 随后 当网友再去借狗盆放炮时 就出现了接下来这一幕 然而同样的事情 还不止这一件 一位蚕屎官一时兴起 同样把自家狗子的饭盆炸上了天 但令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狗盆居然这么不结实 直接碎成了八块 这顿腰我是烧不了了 然后 从昨天到现在就一直这样 马克尔你要整住我起来呀 自愣起来 你不能有一个狗盆就一决不振呢 为此就有网友评论道 埋葬我的狗盆 埋葬我的生活 然后再去干掉这个碎嘴子 同样 眼前这只拉布拉多 在跟自己的蚕屎官 一顿疯狂拉扯后 也没能保住饭盆 被炸上天的命运 看着狗子叼着饭盆离去的背影 这是真伤心了呀 但最令人炸裂的 还数这只田园犬 由于被蚕屎官 把自己的狗盆炸上了天 气不过的狗子 便一路小跑的来到了公安局 蹲在警局大门口就是不走 那可怜的模样仿佛在说 我吃饭的家伙 三天两头的就被炸上天 到底有没有人能管管啊 自此拳网的狗子们 仿佛一夜之间都有了情报网 只要鞭炮一想 狗公们便纷纷地开启了 自己的饭盆保卫计划 有抱着蚕屎官腿 撒娇不给的 有看到蚕屎官来了 饭都不吃 叼着狗盆就走的 有叼着狗盆 四处张望 防止被偷的 还有拿狗盆当枕头 时刻不离开自己的视线的 更有甚者 直接住在狗盆里 连一丝一毫被炸的可能性 都不给留下来 那么狗子们为啥这么在乎自己的狗盆呢 狗狗一辈子看门 就为了几顿好饭 几顿饱饭 有盆的就是有主人的 没盆的就是流浪狗 炸他的饭盆 就是炸他的脸面 会让他在村里的狗圈里 抬不起头 所以家人们 别再炸自家的狗盆了 要是实在忍不住 那就炸隔壁家狗子的盆吧 炸鸡肉